Hello 大家好 莎姐 大家知道 初一已經沒有發車 初二沒有煙花 其實以現在的狀況都不是一件壞事 第一 人多 黑暴會製造混亂 第二 人多 亦防範疫情 現在疫情最擔憂的是 我們不知道它是用什麼來傳播 所以基本上可能戴了口就沒什麼用 可能不是飛沫傳播的 我不知道 所以大家就盡量小心一點 注意個人衛生 其實我今天去火火的時候 都發覺這個女子很骯髒 其實女子很少弄到廁所這麼骯髒 我不知道男士們怎樣 我未參觀過男士 我都明白 現在廁所板很骯髒 很多人都喜歡坐模型椅子 模型椅子不重要 但整個廁板都一樣的時候 但整個廁板都一樣 你不應該擦一擦呢 它不會擦的 當然擦了另一個女子坐下去的時候 當然會很骯髒 但我沒有辦法 我都習慣坐模型椅子 但我都頂不住 都幫它擦乾淨了就算了 我自己覺得 其實如果大家自己有消毒座廁 會更加好 對呀 我先看看 我禮物包那裡有 可以是消毒座廁的 大家如果要的話 可以問我 我確認一下 好嗎 另外一件事 大家如果知道 我現在知道口罩很缺 大家如果有資訊 可以留言 我剛剛有朋友告訴我 在我Facebook那裡 告訴我 九龍灣某一個地方 還有 中童的 如果成年女性 應該都適合用的 我還看到 我自己Facebook 有些人是做廣告的 他們都說他們有的 我不是在賣廣告 只是告訴你 你們可以在那裡搜尋 因為莎姐就夠口罩 因為我家製買了一堆 我自己也有些 所以都夠的 而且我回辦公室 辦公室有 所以我自己就夠的 但我也知道 很多人可能還需要口罩 尤其是有小朋友 或者是有老人家 或者是懷孕的 他們更加需要口罩 所以希望網友自己也足夠 就不要堆積太多存貨 留下這些給小朋友 老人家 或者是孕婦 他們很需要的 希望大家都能夠 令社公益感喜好 如果大家都知道 哪裏還有口罩 或者都不太貴的 如果貴的 你都可以留下 告訴他們 這裡還有口罩 不過多少錢 你買不買 就自己限制了 所以都可以做了 團結的力量 社群力量 讓他們有需要 真的可以買到口罩 今次就是這個小小呼籲 希望大家都可以 如果發現你地區那裏有 都留言給大家 讓他們可以有口罩用 還有你知新年 出街的次數多 就用得多 記住 口罩基本上是4至6個小時就要換 你不能戴整天的 口罩是4至6個小時要換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要上班 你基本上要換兩轉 最少要換兩轉 即是你上班的時候 一轉 放工要一轉 如果你出街 有些口罩 其實我會建議4個小時 因為你不知道 口罩有沒有菌 建議4個小時換一轉 其實消耗量都大 用完之後 代好開 不要到處亂 即使用膠袋或者用什麼 袋好開 然後才扔 我現在會留在下面 我現在知道 哪裏告訴大家 還有的 消息都是來自今天 所以可以的 希望大家 守望相藏 OK 拜拜